玩具店裡面擺放玉器的玻璃飾櫃被人叫爛了 裡面100件價值大約50萬的玉器手飾 全部一件不漏 深水埔福榮街32號地上的這家玩具店 平時都會賣玉器手飾 星期四早上9點多店主開店時發現 鐵閘的密碼鎖不見了 玉器就被人偷走了 於是他報警求助 警方接報到場調查 店主劉小姐表示 玩具店是在兩年前加設飾櫃賣玉器 其餘層架的貨品就原封不動 而被偷走的玉器裡面 最貴的就是價值7萬多的玉罰吊嘴 劉小姐又說 一星期前曾經有個男人來看玉器 並在飾櫃前面拍照 她覺得對方很可疑 但就不知道是不是跟這次的案件有關 劉小姐之前都有為貨品買保險 不過就已經過期沒有逐保 而店裡面又沒有安裝閉路電視 指號交由警方跟進 案件列續爆竊案處理 暫時未有人被捕